一名19岁少年因为在清真寺偷窃不果 结果被理事会成员强行捉住 给予粗暴的律师惩罚 虽然少年已经被判处监禁和罚款 但是由于事件在社交媒体广传 不少网民就谴责清真寺人员是在滥用私刑 而穆斯林律师协会则表示 愿意委派律师帮助少年申请检讨判刑 又推又按 一名男子因为试图偷窃清真寺的募款箱 结果被发现了 一众清真寺理事会成员就将男子按压在桌上 像是穆斯林清理遗体一样淋浴处理 尽管事后这名19岁少年因为偷窃 被判十天监禁和四千令吉罚款 但这四十多秒的视频已经在社交媒体广传 不少网民谴责清真寺人员这么做 分明是在以宗教名义动用私刑 而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伊德里斯阿默也认为 清真寺滥用私刑的应对手法非常不恰当 虽然设施的宗教师已经辞职 但少年的父亲并不买单 认为孩子被羞辱了 决定诉诸法律行动 穆斯林律师协会发文告指出 他们会代表这名少年申请检讨判刑 这起案件会在下个星期一 在沙亚南刑事高庭审理 协会也希望外界能停止造谣和揣测 以免引发混淆 他们将在后天审讯之后 向媒体发表进一步声明